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肖战谈拉夫劳伦相分感受 是喜欢依旧的品牌,很开心能合作 近日,拉夫劳伦相分品牌方邀请代言人肖战参加了直播 直播过程中 肖战给粉丝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其中肖战还谈到了自己对 拉夫劳伦相分的感受肖战谈言这是自己喜欢已久的品牌 非常开心可以合作 肖战的一言一行,非常沉稳 各方面的准备和功底都很足 真是越来越成熟 据悉,肖战在直播过程中 被主持人问了对于拉夫劳伦相分是什么感受 肖战直言这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品牌 非常开心可以合作 味道好 持续时间长等 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让彼此感觉亲近在这里还要夸赞一下主持人 准备充足不用多说了 主持人的言谈举止也非常端庄 控场能力非常强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已经不自觉开始支持肖战的代言品牌了 肖战亲自挑选 跟着肖战买准没有错事实证明 粉丝们信任肖战很合理 陆陆续续官宣了这么多代言品牌 肖战没有一次让粉丝和消费者失望 肖战是演员和歌手 更是一位负责任的优质偶像 总之 非常期待和肖战下一次见面 希望时间不会很久 这都12月份了 不知道能不能等来肖战和仁敏主演的新剧《御谷遥》 还是个未知数 另一边 肖战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 已经爆料定到明年一季度 希望都尽快安排上 据荒中 希望可以早点播出 支持肖战 信任肖战 携手并进 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